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密度阵线啊 那么现在首先给大家先播报一个消息 那就是联合国通过决议在上海设立教科文组织STEM教育机构 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是蛮重磅的 这个为中国吸引国际人才啊来建设啊 我们这个正义事业来建设啊 现在世界分为两级嘛 一个是西方的一级 还有一个就是以中国为首的一级 那么我们也是需要全世界的人才的 美国通过啊编造美式自由民族谎言 在全世界忽悠很多的人才去美国 但是现在啊美国搞闭关锁国政策 这就导致了啊很多优秀的人才不愿意再去美国了 而且美国也对科研人员进行政治干预 对科研活动进行政治干预 对科研人员采取极端恐怖措施 啊宁可错杀一个 而宁可错杀一万不可错杀一个 而不可放过一个啊 采取这样的策略 非常的无耻 联合国通过在中国上海设立教科文组织 STEM 就是科学科技工程数学教育机构的决议 据中国教育部官网消息 正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执行局第216届会议 经充分磋商 于巴黎时间5月22日 一致通过上述决议 会议认为 在上海设立教科文组织STEM教育机构 将加强教科文组织在STEM教育领域的领导力 相信该机构必将为落实教科文组织 职能使命和实现2030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 做出贡献 中国代表台团长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 在会议发言中表示 执行局的这一决议将载入史册 历史的历史也终将证明这一决议的正确性 中国向所有委员国和教科文组织 秘书处表示崇高敬意和谢意 表示中国将认真履行承诺 配合秘书处落实好本次会议决议 将为我们组织一类机构系 该组织组成部分 可作为思想实验室 标准制定者 国际合作推动者 资源交流中心 及能力建设者 建立机构的相关会议决议 将提交23年10月举行的该组织第42届大会最终批准 据介绍 STEM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 STEM课程 重点是加强对学生四个方面的教育 一是科学素养 即运用科学知识 如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和地球空间科学 理解自然界应参与影响自然界的过程 二是技术素养 也就是使用管理理解和评价技术能力 三是工程素养 其对技术工程设计与开发过程的理解 四是数学素养 也就是学生发现表达理解和解决多种情况下的数学问题的能力 那么这样的一个机构 把这个总部放在上海 这确实是代表美国真的在江河日下了 因为原来任何的机构都要放在美国 美国他也是通过什么在纽约 放这个联合国总部在那边 给人感觉说 你看 你看联合国都在美国了 这么多的机构都在美国 这么多的项目都在美国 美国有大西洋 有太平洋 两个天然护城河 战火搞不到美国 所以说呢 再加上美国是很强大的 他妈的利用一战和二战 最后时刻过来收拾残局 这种通过一开始不打仗 吸引世界各地的资本 避险和人才的避险 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国家 他也好意思说自己 是最牛逼最优秀的 对吧 然后再编造美式自由民主 再通过美国大片 美国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音乐 把通过什么自由主义 对吧 把很多人都骗到美国来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你说是这些大学 真的厉害吗 这些大学 如果说中国有一所大学 也把全世界的人才都信过来 把教授专家都信过来 那这所大学也就牛逼了 所以美国的强大 我们要客观的去看 实际上是全世界 都做出了一种浪步 才让他这个强大的 那么现在 这个组织能建在上海 就代表说 现在中国 也是非常强大 可以跟美国势均力敌 甚至是中共的美首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 像这样的组织 在巴黎开会的 他还就是放在中国 而且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 科学 科技 工程和数学 这样的项目在这里 把很多国家的人才都吸收过来 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助一臂之力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也显示着中国的 与众不同 和中国的真正日上 东升西降 这个就是 联合国来做这个事情 这就是东升西降 包括联合国秘书庄古特雷斯 终于鼓起勇气 他每天都处于 被美国暗杀的当中 他终于鼓起勇气 他批判机器 说你们别分裂世界 对吧 华春莹也在推特上 发了一张图表 G7等于word G7等于世界吗 你们在井底看 这个井口 这G7等于世界吗 而且大家要知道 中国禁掉美光 科技的产品 我以为美国好像无所谓的 但是这个事情 去了美国很着急 美国什么众议院 都要什么开会啊 来讨论这个事情 美国商务 美国商务部也说 美国白宫也说 这个没有道理的 你尽量美光 那么不是他们所说 吹牛逼的说 影响有限 而是说没有中国市场 会对他们的参数提取 更新换代 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说过 这个北京盖美光 就打到了美国的七寸 什么意思 你中国一切研发 我都打压你 我可以在你中国市场上销售 获取你的数据 我再回去 再更新换代 这个速度就快 然后你们被我压着 我这边通过你的市场 我可以 接接高 他想的也太好了吧 所以这个事情打击他 让他有点在跳脚了 并不是他 七寸代谢讲的 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我说过 老美的 他妈的现在这个屁股一掘 饿什么屎 饿什么尿 基本上 北京都知道他的意图 所以说 我们更加要通过这一次 在上海设立教科文组织 STEM教育与机构 这件事情 更加吸收 要利用全世界很多国家人的智慧 来共同助我们一臂之力 对吧 现在大家要说 中国高校里面有很多鬼子 鬼子 很多泛亚主义者 包括现在也有很多那种 其他的亚非拉的一些 聪明的脑袋 这些人都要为我所用 然后说到这个巴黎 李辉访巴黎 法国外交部 中国可为欧洲恢复和平 发挥建设作用 中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5月23日 在法国巴黎与法国外交部 政治事务和安全总司长 蒙多洛尼举行会谈后 法国外交部表示 中国可以在恢复欧洲和平方面 发挥建设性作用 李辉表示 法总统马克龙次约成功访华 取得积极成果 双方要不断加深各领域务实合作 密切在重大国际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 沟通协作 继续为世界的和平 稳定 与发展作出贡献 代表着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 存在不少共识 中方愿意 国家主义习近平提出的四个 应该为根本 追寻在 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文件基础上 与各方加强对话交流 继续扩大政治解决危机的公约数 为停火止战 逐步累积共识 打下基础 李辉也说 中方支持欧洲加强战争次数 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 蒙多罗尼表示 今年以来 两国高层交往密切 推动法中全面专业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法中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两国为了包括乌克兰问题在内的广泛议题加征对话 具有重要意义 法方高度重视李辉此次访问 现在中方继续为停火止战 发挥静止性作用 法方愿同中方加强对话与合作 根据俄卫网 法国外交部称 总司长对李辉 访问欧洲以及中欧 恢复对话表示欢迎 蒙多罗尼强调 法国相信中国能够发挥静止性作用 在国际法框架内 特别是在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 在为欧洲带来公正和可持续的和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 中国呢 其实这是遭受去 除了一个波兰 他妈的比的不知天高地厚 他意向如此的 只派个什么副外长跟这个李辉 见个面 很敷衍 中国都没怎么去报道这个事情 就根本大家就是 他就跟你见下面 就跟你 你走了 这两天我不是看到说 波兰要培训乌克兰这个飞行员 用F-16战机吗 对吧 就是我到时候都要看看这个波兰 能玩出什么花来 这个 看看这个战机是不是从波兰这边起飞 我感觉特别好奇 所以说法国跟中国在乌克兰这个上面 这个是站在一起的 那么同样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也让人觉得很奇怪 就是一直都是美国忠实走足 在这个反华问题上 也比较跳得比较前面的 丹麦邀中国参与乌战和平峰会 专家街 所谓北京利用墓地 对乌克兰总统斯林斯基 21日在七大工业集团 日本广告峰会 呼吁 7月举行全球峰会以止战 丹麦外交部长 拉斯穆森22日表示 丹麦愿意主办社长峰会 但除了乌克兰的盟友 还需要印度中国巴西等国参与 不过有专家指出 目前中国的优先要务 并非尽早结束乌战 而日子如何在乌战中 实现外交战略目标最大化 乌克兰去年12月 集体今年2月举办和平峰会 但至今未能成会 拉斯穆森在布鲁塞尔 出席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 一时告诉记者 如果乌克兰认为 是时候该举行这样的会议 那太棒了 丹麦绝对愿意主办会议 但首先我们必须做出一些努力 让全球各国承诺 要求做这样的会议 特别是有必要引起 印度中国巴西等国的兴趣 必要他们参与 但应该很难看到俄罗斯的参加 那么所以说 有些人说 中国现在要不想乌战结束 要通过乌战来获取 外交战略上的重大的好处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这种说法 咱们呢 就一笑而过 就行了 但是你说这个丹麦 他要办成了峰会 把中国巴西跟印度弄过去 我感觉也不是什么擅长 什么也不是什么擅长 他过去肯定会 强行就是联合弄个什么宣言 要俄罗斯们 把这个乌东四周 都他们交出来 这个退回 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 什么国际线以外 那么现在大家要知道 普京呢 这两天在看地图 说17世纪的时候 苏维埃还没有成立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乌克兰 这个话实际上 就是说明了 普京认为乌克兰不存在 他不是一个国家 普京的精神世界当中 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认为的 包括他接受西方媒体采访 他一直都说 乌克兰并不是一个国家 这也是事实 所以你可见当年 他妈的俄罗斯那帮 他妈的盗国贼 什么叶利钦 对吧 这帮这个家伙 是如何的 把他们自己给分掉的 但话又说过来 对于我们来讲 苏联解体是个好事 苏联不解体 对吧 那说实话 我们的压力是特别大的 因为他要吞并 他妈的整个欧亚大陆 吞并整个世界 那是很恐怖的一种霸权 那么所以说 通过这一系列的事情 包括中国目前的地位 再怎么样丹麦邀请中国 法国也认同中国 再加上联合国的STEM项目 在上海落地 就可见中国现在的地位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你任何的会议 按照新加坡总理理想中的话来讲 今天任何的会议 只要没有中国来参加 没有中国出席 是毫无意义的 这个是一个事实 没有中国参与的 任何国际的会议 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说你那个机器 机器没有中国参与 你机器有个卵用 对吧 甚至现在加拿大 小逼嘎子 小土豆也开软档了 他说 我们不公开调查 中国干涉加拿大大选的事情 只是说他们有这个企图 他只说有这个企图 他又开始放暖化了 所以你说这样的领导人成熟吗 一会这样 一会那样 一会这样 一会那样 我非常看不起这种人 谢谢各位支持